我那時候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在臉書上描述的情況 理論上當初希伯萊人應該是三個人 他們的星光體理論上 在他們時候應該回到宇宙 跟回到他們的高級自我裡面去 所以他們的後代理論上應該不會繼承更高級的星光體 可是為什麼在書裡面會有提到說 那些在二戰期間被破壞的猶太人 他們因為宇宙法則關係 所以他們死後他們的星光體能夠回到更高度的星球去 可是這句話就衍生出來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們的三個人的後代所使用的高級自我 比我們現在在地球上一級星球的人使用的高級自我 是更高級的 這個地方我覺得是有一點衝突的 那不曉得你對這個問題的想法是什麼 我也只能猜測一下 因為我也不知道作者他得到什麼特別的資訊 我自己個人認為只是猜測一下說 會不會當猶太人他們亡靈之後 他們回到自己的高級自我之後 會有一個重新投胎的過程 那在投胎的過程之中的時候 他們有可能會決定說 在一個比較低等級的星球上再繼續投胎 那這樣子的話也是他們自己的一個選擇 所以他們比較高等的高級自我 決定說把自己的這個肉體選擇在一個比較低等的星球上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只是我的一個猜測 可是如果照書上這樣的說法的話 那就代表說如果在二戰期間死掉的 就是死亡的猶太人數有那麼多的話 所以代表他有這麼多的星光體 他在選擇投胎的時候 然後他們一律都選擇了回到比較就是 就是地球就是所謂的一級星星球 可是這樣的一個 這樣一個一個動機跟他這樣的一個理由是什麼 人的多少實際上是 可以想像成是一個無限大的一個基數 因為畢竟在比如說 Aromax 3星球上他們因為人口過剩 才決定說探索是否可以把他們一部分的人 遷移到地球上來 所以同樣的在Hebra這個星球上 那他們實際上是足夠多的 星光體是可以投到地球上來的 所以這個數量來講應該是可以無限大擴張的 擴增的 那如果照這個邏輯下去講的話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是 因為其實九個人共用一個高級自我 那是不是可以這樣子理解說 其實猶太人的後裔 比如說現在所有的猶太人 他們的高級自我其實都是同一批 應該講說更高級的自我 其實都集中在猶太人那邊 其實在我們地球上 一級星球上基本上是九個人共享一個高級自我 那比如說在三級星球上有七個人共享高級自我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猶太人雖然說他們是三級星球上過來的 但是是不是在一級星球上他們是九個人共享一個高級自我 也是一個值得考量的事情 這個我也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 還是說他們七個人共享 但是可以肯定就是說 越少的人共享高級自我的話 那麼每個人的肉體 它就會有更多的 嗯星光體的電子團 嗯它就會有更多的 這種 功靈的能力或者說特異功能的能力 所以這點是可以肯定的 那麼大家所謂的說猶太人他們在 邏輯方面在知識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 比我們其他的種族人要好一些 那這個其實除了星光體的原因 我想可能有一些生理的問題 就是關於比如說遺傳基因方面的問題 嗯 因為實際上星光體跟人的肉體 是有一個非常複雜的互動的 所以決定一個人的智商或者一些特性 不光光是星光體 那還有一些生理的肉體的一些特性 遺傳的因素 所以就是基因也是一方面 那星光體也是另外一方面 那麼這是多方面的一個結合造成了一個人的特性的 所以這個聽起來是 他在輪迴過程中 原本的那三個人他們的星光體選擇 就像你剛剛講的可能是因為原本的星球 他們已經容納不下了 所以他們選擇落在我們這種一級星球上面 或者是他們自主的意思選擇說他們要落在一級星球上面 然後再加上比如說像你剛剛講的基因 或者是我們在書裡面有看到的 而血液裡面的晶態是不同的 所以這些導致於說 猶太人這個族群它跟我們其他種族群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算正常的嗎 還是它是與周運作中的一種特例 應該說算是一個特例 算是一個意外 那猶太人其實應該是在第三級的星球上來去繼續生存下去 那你記得書中講到在地球上存活的那個最開始的三個猶太人 其實一開始七個猶太人 那後來存活的三個猶太人 他們是因為意外 才使得他們的飛船墜毀到地球上的 到了俄羅斯的南部 那這個純屬意外 那其實如果他們要跟地球上其他人要是結合到一起的話 可能就是由於這個遺傳的原因 他們就會跟地球人就慢慢的回到一個等級上去 但是因為他們沒有那麼去做造成他們的生理體 還是保留著他們原來的一些特性 所以使得說他們的星光體在轉世頭胎的時候 也會尋找到只有同樣特性的生理體的樣子 那也是他們一個選擇 選擇說到一個不同的一個環境上來去生存 所以它其實算是一個特例 那可是所以就是說在目前這個星球裡面 在地球上面來講 也只有因為當初那三個西伯蘭還活著 所以他們的後代一直延伸下來 然後所以才會造成這個特例 那請問一下地球上還有其他的種族 是屬於這樣的特例嗎 據我所知沒有 沒有 因為就像爾瑞摩X3他們是波里尼夏人的祖先 那其實爾瑞摩X3這個星球也是 據我所瞭解到的星期 也有可能不對 但是據我所瞭解到的星期也是一個一級的星球 所以三級的比我們還高級 目前也就只有他們 然後他們因為剛剛你提到的那些因素 比如說他們自己的選擇 或者是原本的星球 金東那不那 這麼多的人口 然後他們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也許在我們的地球這個星球上面 他們有一些誕生的 因為他們的主內同分 就是主內同分 所以他們的基因或者是他們的肉體 就像你講的 他們星光體可能會選擇 在這樣的肉體上面 把他們的星光體 就是從高級自我派送到這樣的肉體裡面來 所以他就這樣子一直延伸下來 那這樣子的話 對於他們來講 不就是會變成 因為其實在書裡面有提到說 更高級的人 如果他在比較低級的星球的話 他其實是會有一些 因為宇宙法則的關係會有一些災難 那不就代表這個災難其實會一直持續下去嗎 是的 會一直持續下去 其實為什麼猶太人他們不斷的遭受 嫉妒和迫害 其實你知道最近在英文的好話語言群裡面 有很多人發過一些資訊 就關於猶太人的 那講了說他們在過去所做的一些事情 為什麼遭受到了德國人的一些憎恨 那有些的時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畢竟 嗯 猶太人他們在歷史上也是 嗯 我這麼跟你講好 我其實我最近前兩人剛剛讀了一本書 叫做 16666 Redemption to the Sin 嗯 那他這本書就講說 在後面他就講說 當時 猶太人 在德國是 呃 就是在二戰以前 是非常非常的受歡迎的 並就是說德國人對猶太人沒有任何的歧視 其實德國當時在歐洲 接納猶太人最放開的一個國家 那德國一開始對猶太人的態度是非常友好的 嗯 但是 後來是 這是這本書所講的 不是我所講的 這本書所講說 後來呢 呃 因為猶太人 他們有一些人 就包括像 羅斯查爾德啊 他們是希望 在以色列來去見國 那 但是猶太人 他們一開始都不願意去以色列 因為在德國在其他地方生活都非常的好 所以他必須要 找到一個理由 來迫使說這些猶太人牽引到以色列去 所以他們 就是跟 好像是跟英國政府達成了 就 呃 就一個私下的一個合約 說 呃 因為當時英國和德國在對戰了 在打仗 呃 德國的話是 是戰有優勢的 是 是英國是抵擋不了的 那羅斯查爾德跟英國人就講說 我們可以讓美國參與這個戰爭 然後這樣子就 就能夠讓英國能夠獲勝 那 我需要什麼呢 我需要你能夠讓猶太人 就是到以色列 建國的時候能夠承認 這個 在巴勒斯坦或者說在以色列來講 去允許他們去那去建國 然後 英國人就是想去達到說 戰勝的一個勝利 他們就同意了這麼一個這麼一個協議 然後呢 猶太人當時那個 羅斯查爾德 他就 運用了他的一些技巧 就讓美國參與了這個戰爭 結果 美國把德國打敗了 嗯 這個是在一戰時候發生的事情 那 那 後來 打敗了之後 那德國人後來就知道說 原來猶太人是 就是 暗地裡面是讓 美國人參與了這個戰爭 使得英國跟德國戰爭 英國 就是德國戰敗 然後德國就 受到了很多的這些 比如是戰爭賠償的這個壓力 他們知道了之後 然後就因為這個 就被希特勒所利用了 然後在宣傳的時候 就開始就反猶太人了 嗯 所以這個就是說 整個 我覺得是 有一定的道理 是德國後來希特勒利用這些 因素 來大肆宣傳 反對猶太人的一個原因 因為說實在 在美國 我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 全世界人都 都在反猶太人 當時在二戰的時候 為什麼德國人 那麼恨猶太人 他們給我的解釋 猶太人給我的解釋 說 猶太人當時這個 就是 什麼經濟做的都非常好啊 什麼經商都非常好 人造他們的嫉妒和仇恨 但是我覺得 這不足以是一個 讓德國人 去忌恨猶太人的足夠的理由 嗯 比如說在中國 或在其他國家 如果有一個種族 他的經濟 是非常的好的 比如說客家人 那他們經商都非常好 這個不足以讓一個國家 就 矛頭都指向客家人 或者另外一個種族的人 而去除非到一個大屠殺 除非是那個種族的人 做出的非常 嗯 就是不好的這種 比如說背叛的這些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本書 他所講的理由 我覺得是 比較有邏輯性 比較有依據的一個理由 嗯 OK 那我再請教一個 小小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如果 呃 因為其實 我所看到在裡面 猶太人其實都是 族內同 同魂 就是同學同的 那 因為 在我們剛剛討論的過程裡面 如果一個不是 我們是一級星球的肉體 但是跟他們這種 三級星球的 基因 跟他們的肉體 比如說 生下的小孩 那理論上 它是不是會變成 比一級星球的基因 跟它的肉體 還有裡面 血液裡面的驚嘆 是不是會比較高級一點 對 會一個綜合 會一個 比如說一和三 這樣可能就變成二了 嗯 嗯 了解 所以 這 那 那就算是提升地球人 讓他變一級 到快速升級的一個 捷徑嗎 這個不應該說一個捷徑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是看猶太人的歷史 嗯 他們 也是需要海華星球人的幫助的 也就是說 雖然說他們 在摩西那個時代 或者在 耶穌基督那個時代 都是 相對的比較遵守這個靈性 發展靈性的這個規律的 但是 你可以看到說 後來猶太人信耶穌基督的人 並不是很多 那另外有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事情 比如說我最近幾個月才知道的 了解到的 就是 米歇他是 被告知 這本書 海華園這本書 不能夠翻譯成希伯來文的 不能被翻譯希伯來文 對 好 然後背後一定有他的原因跟理由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我說這樣 我這個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嗯 那請教一下就是說 像 在書裡面提到就是說 人的星光體 就是 因為其實人體裡面就是很多 就是很多的電子 然後百分之十九回歸到宇宙 然後之後會被 樹木啊 生物啊 或是其他人類的肉體所使用 那百分之八十一的 電子的話會被高級自我回收回去 所以在 呃 以 猶太人來講 他們的情況就是 其實他們不論是被宇宙吸收了 就是百分之十九回收回去了 或是那百分之八十一的回收在他們的高級自我的時候 其實以他們現在的狀況來講 呃 這些都會停留在地球這個地方嗎 還是不限制 也就是說 呃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有 有 在社團裡面有人問過一個問題就是說 呃 如果你跟其他九個人共用一個 呃 你其實跟其他八個人共用一個高級自我的話 那其他八個人應該跟你在同一個星球上面 那 在這樣的情況下面來講 呃 那些 呃 原本是從 呃 就是 希伯萊星球那三個人 那三個人他的後代 他們的高級自我是比較 高級的 所以聽起來 那三個 那他們的高級自我 假設他們還留在 就是他依照剛剛討論 那些原因比如說 星球什麼什麼的原因 導致那些高級自我還留在地球這邊 給 一些人類使用的話 那這些人類 就不可能是跟 他們的高級自我 就不可能跟猶太人共用同一個高級自我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他們有可能是 七個人共用一個高級自我 而這七個人肯定都是猶太人 也就是說 如果像我們一般一級星球的人 是不可能跟 呃 猶太人共用到同一個高級自我的 這樣的講法對嗎 呃 應該是這樣子的 那如果這個當然有一個前提 就猶太人他們的 呃 是純種的猶太人 就是他們沒有 有這種異族的通婚啊之類的 因為他們這種生理 他們那個基因來講 有一定的振動的頻率 可以把 三級星球的高級自我 吸引到他們的 肉體裡面 那那 或者把這個星光體 吸引到這個 他們肉體裡面 就前提是說 他一定是 純種的猶太人 那如果比如說 通婚了之後 他們的振動頻率 可能就不一樣了 所以可能吸收到的這種 星光體 可能就是另外一個 一種類別的星光體 反正這也跟 也跟生理的 基因的這個組成 有一定的關係吧 也是我的一個猜測 那講到這個的話 那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說 呃 猶太人裡面他們有一個是 如果你是 母親那邊的 的通婚的話 比如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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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猶太人 南方是猶太人 那這樣子通婚之後 呢 他是不歸屬於猶太人 這個跟你剛剛提到的那個東西 有相關嗎 呃 這個可能是猶太人的傳統 那 但究竟就是說 他是不是 純 血 就是純猶太人的話 而取決於說 他父母 是不是一直都是 呃 純猶太人 而並不是說 跟外族通婚 就並不是按照 猶太人的 這種文化 或者他們的 風俗習慣 來去決定 是否是猶太人 而是看他們的生理 看他們的這種 血脉 所以這樣講的就是說 呃 必須是 呃 父母跟 父親同時 呃 父母兩個人必須同時都是猶太人 他們 留下來的 身體的基因跟他們 你剛剛講的那些血脈 或是 呃 血液裡面的精態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 必須存的 他才會有機會用到所謂的 呃 更高級的自我 對是這樣子 哦 OK 了解 好 那我對於這個問題 其實我在看那本書的時候 呃 我看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 有點讓我不太能夠理解 就是為什麼 原本是只有三個人的高級自我 但是 後面延伸出來的 那麼多人 他們都可以使用比較高級自我 那這樣聽你講起來的時候 我就比較 呃 有一個 我不能說完全理解 因為我覺得 呃 他就是一個說法 那但是我比較能夠理解說 哦 原來他有這樣的一個說法來解釋說 呃 他為什麼可以 在書上 因為其實 講 講 就是後面有提到就是 在二戰期間 那麼多猶太人 為什麼他們 最後被歸類為他們死亡之後 他們可以回到更高級的星球 那就不了解為什麼從三個可以變成那麼多個 當然在 呃 更高級的自我 而且在書裡面 他是被定義成 呃 他們是屬於更高級的自我 那這個地方是有點 不太理解 那聽你剛剛這樣分享起來之後 呃 就比較有一個方向 你比較能夠 呃 想到更多說 呃 原來有這種可能性在這樣子 對 也是我一個猜測吧 嗯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耽誤你的時間 謝謝你 ok 好好好 拜拜 拜拜